你好 女士 你的果汁好了 请满用 谢谢 这次我们能赢比赛呢 多亏了你的建议 所以我今天想正式地邀请你 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庆功会 应该的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这个属于啊 赢球 宣传 双管齐下 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 没有白费 其实我觉得 我很喜欢你 这种不放弃奴隶的精神 谢谢你 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做我男朋友吧 我跟你很熟吗 咱俩不熟吗 孤男寡女 公厨一室 而且一整个晚上 你这个人怎么聊着聊着 就没个正形呢 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我已经很矜持了 你是认真的 还是跟我开玩笑的 不是认真的 小丽鸣 你看你 我随便说句话你就当真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看你那个严肃的脸 你看你 能让我再承担 吴恬 小丽鸣 你不能太承担了 我先走了 你 你 varsa 你要去 这 你 好 虽然我们这次啊 只有两位同学 获得了最佳球员 但是我认为啊 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的表现 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球员 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 也不会有我们今天集体的成绩 其实呢体育啊 我觉得是一种拼搏的态度 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 不服输不怕输的样子 这个小李明确实有两把车子 对啊 其实我在你们方校长身上 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在这里呢 我也要祝所有的同学 还有方校长 以及我们整个篮球学校 能够啊 梦想成真 谢谢小主任 谢谢小主任 客气了 客气了 那个 那 书人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你等会儿 惊喜还是惊吓 当然是惊喜啊 而且这份惊喜 不只是给你准备的 还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的 孩子们 我给你们准备了两辆超级大车 上面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心 既然余老师给大家准备了 那我们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 应该的 应该的 那孩子们一起玩吧 去吧 小主任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接 好的好的 哎呦 没想到这个余佳宽 给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啊 你不邀请我进去吗 好 请进 你家真漂亮 好 你去看什么 盲盒 你看盲盒干吗 我想帮你找 你想要的那个隐藏馆 你要开隐藏款干吗 问你呢 你开隐藏款干吗 我看见余嘉宽 小李明 你是不是喜欢我 黄树然你 你能不能 不能 不能矜持 问你呢 开隐藏款干吗 我看见余嘉宽 对你很好 然后呢 我心有点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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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张立明 能不能矜持点 这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岳婆婆降下啊 人山人海 好吃 我这次来啊 是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有网友 不不不 我们一起 不不不不 你等会儿 我这次来啊 就是因为上次有老铁说 他想吃 让我帮他买一下给他寄过去 不好意思啊 婆婆 我要八只 半只 八只 八只 你吃得了吗 小伙子 那你这你就别管了 给我装就得了 可不能浪费啊 还怕我吃不了 又不是我自己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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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卖了 立须检查 你也知道出事情 叫什么 什么意思 我卖了几十年啊 都没有什么 好了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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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 我的事 不行 干嘛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求求你了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 你把针还给我 好不好呀 好 大娘 你这无肉经营 我们得一法办事啊 我真的求求你了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 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 我不卖了 你把针还给我 好不好 大娘 我们真没办法 你先回去吧 不 不 没想起来 我也不活了 她老婆都没活了 你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别报警 别报警 你立刻来了 立刻来了 怎么办 婆婆 婆婆 来来来来 哎呀 地上多两个 来来来来 小川 你来了 她其实多大年纪了吗 你怎么还这样子 她什么事慢慢讲 慢慢告诉我 带口我车 你说 你快帮我 把车邀回来行吗 呀 没事 婆婆 你先不要激动嘛 小川 你知道我一个人 我又靠的啊 我就指着这个车过日子呢 你说那要靠了我的 这都不是逼死我吧 哎呀 婆婆 那有人要逼你嘛 那我们不也都是为了 帮你解决问题的嘛 对吧 那小川 你把我把车撩回来 行吗 我要求你了 婆婆 你信得过我吧 我还信得过 那这样好不好 这个事情啊 我来帮你处理 你先回家等我消息 好吧 真的 是 你看啊 你看啊 她的 她的不行 我下来就要 我下来就要 哎呀 婆婆 我们刚才不都讲好了吗 你信得过我 是吧 我又答应了帮你解决 那我就一定会尽力的嘛 嗯 我们先回去等 我们回家等 真的 等我消息 真的 真的 嗯 放心了 放心了 哎呀 哎呀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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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了 放心了 好吧 啊 哎呀 我的痣啊 您好 欢迎光临直播基地 两位您好 请跟我来 为什么我们的退单率这么高呢 啊 我和你们客服说了多少遍 如果客户要求退单 你们需要非常友好的 去找他们的问题 然后拒绝他们 明白吗 啊 来 经理 哎 这套词这么长 谁记得住啊 对啊 对啊 这么不完全的 怎么又出来呢 婷婷 你们呀 不要死记忆背 你们要找逻辑 直播的时候 一定要按稿子来啊 知道就爱呢 不让你瑟瑟发抖 但是 如果我们这件 哇 这么温暖的衣服在我们身边 就没有关系了 想要的宝宝 把小衣扣起来 只要衣足够多 我们就来砍价好不好 我喜欢这套 周周 好 我们再来下一套新的衣服 你看 迷你呢 是非常地充分的 只要你们说想要什么衣服 你红枣雨 可以直接 以直播机能为主 关注我的视频号 关注搜索 可可 关注服务 哎 好 放这 好了 我们现在要进入最牛的一趴了 现在就是推荐你们这款酒 这款酒是来自苏格兰的高地的单一美酒 然后你带回家这一件呢 就是你反正不吃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就是这个衣扫饼呢 我想再装 然而这款维生素呢 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 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青春 所以说想要的家人们要快速下手哟 你卖的这个根本没有效果 上次我吃完 你卖这个维生素 总是失眠 这个 我们直播间的货源是 肯定是赠品 所以说家人们只要放心拍就可以了 你赶紧下播吧你 下播 别骗人了 我看了你们这几天的数据 很不理想 怎么回事啊 经理 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 主要我们卖的都不是赠品 顾客看得那么多差评 自然就不会下单了 那你告诉我 同样的东西 人家迷你 为什么能都卖空 你只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在别人身上找借口 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啊 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在那 月入好几万 然后你在这儿跟我犯酸 其实啊 网购的这些人啊 他们就是奔着价格低来的 在他们内心里啊 他其实是可以接受房品的 不然 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呢 我一再地跟你们说 直播的时候要有激情 要有煽动性 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 把握住他们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特性 要让他们的思维跟着你们的思路 跟逻辑走 结果你倒好 一进门 先跟我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有问题 好 那么我问你 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 你怎么忽悠别人来为你买单 是 经理 你说得对 我们一会儿回去就去看迷你的回放 我们向他学习学习 考考很好啊 这是你怎么就不能学习呢 这才是真确的态度